这是一款比核弹还恐怖的武器 是人类有史以来开发出的最强非核武器之一 其爆炸后就连微生物都无法生存 当今世界上也仅有美俄两国使用过 美国是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几场局部战争中使用过 而俄罗斯则在车臣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及最近的亚素钢铁厂围攻战中使用过 这款武器就指温压弹 今天火力军就跟大家聊一聊这种炸弹有何特别之处 在讲温压弹之前我们先来聊一聊普通炸药 首先确认一个概念爆炸和燃烧都是氧化还原反应 决定是爆炸还是燃烧的是反应进行的剧烈程度 炸弹之所以能够爆炸是因为其内部燃料的燃烧速度足够快 并且能在短时间之内加热大量空气 空气受热产生剧烈膨胀 从而就可以发生爆炸 普通的炸弹爆炸燃烧速度非常高 大约可以认为所有的炸药都是同时消耗掉了 所以发出的超压与热效应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 举个例子 面粉这种食物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危险根本想不到会爆炸 但是诸如面粉这样的粉尘爆炸威力却是非常巨大的 当弥漫在空气中的粉尘达到了一定的浓度就充分混合了氧气 一旦遇到火星就可以急速燃烧产生爆炸 因此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中工厂里的粉尘爆炸是工业生产中时时刻刻都要注意的安全隐患之一 美国的糖厂之前就发生过一次粉尘爆炸 没错就是糖粉爆炸 整个工厂都被炸没了 导致多人遇难和受伤 温压弹的原理其实和粉尘爆炸差不多 只不过是依靠气化燃料在空气中的爆炸 产生高热量和超大冲击力 从而获得大面积杀伤和破坏效果 这里的高热量大家肯定能想象得到有多高 但其产生冲击力估计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有多强烈 这里火力军就给大家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形容 一般的冲击力也就让人啊的惊叹一声 但温压弹的冲击力则能够让人原地爆炸 是真的原地爆炸 物理上的那种原地爆炸 温压弹有一个非常富有冲击力的特点叫做超压 在其杀伤范围内 燃料与空气充分混合以后瞬间爆燃 会产生人类目前在战场上制造出的最大的超压 甚至比核武器产生的超压还要大 如果在座的观众朋友生活中接触过爆炸 都会感觉到有一股冲击波扑面而来 如果还是离爆炸比较近的话 这股冲击波就会让人很难受 会对人体造成呼吸不畅耳鸣眩晕之类的影响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这股冲击波放大一万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威压弹的爆炸中心5米范围内 其产生的超压可以达到300千帕以上 而人体最多能够承受50千帕的超压 大于98千帕 基本上无防护的个体会立刻死亡 即使在爆炸中心50米以外 威压弹产生的超压还有100千帕以上 人体内部有很多个枪体 比如炉枪胸枪腹腹枪 这些枪体在巨大的超压下会瞬间被压塌陷 比较脆弱的脏气如大脑肝脏肾脏会瞬间粉碎 这还没完 紧随而来的是负压 爆燃瞬间排开大量空气 形成一个低压区 爆燃完成后压力急剧降低 刚刚被击扁的胸腔腹腔会迅速爆炸 满天飞舞的都是肠子肚子和血肉渣 除此之外 温压弹爆炸还会产生极高的温度 大约为2500摄氏度左右 会形成一个类似于蘑菇云一样的巨大火球 在这样的温度下 什么东西都能被融化掉 即使由幸运的士兵开挂躲过了前面的一切 由于空气中氧气被燃料完全燃烧 爆炸范围内的空气里氧气被消耗殆尽 因此也会无可奈何的窒息而死 看了火力军的描述 相信各位对这种恐怖的武器有了形象的认知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温压弹的由来 在温压弹出现之前 云爆弹才是各国最受关注的大威力武器 云爆弹本身携带有大量的易爆物质 即云爆剂 这是一种极易燃烧的燃料 在依靠内部携带的炸药产生首次爆炸后 就会向周围散布大量的气溶胶状云爆剂 云爆剂与周围氧气接触后快速燃烧 进而产生爆炸效果 但云爆弹只有在开阔环境氧气充足时才会引爆 在空间狭窄的地方使用时 就会出现氧气不足导致爆剂出现哑火现象 因此云爆弹的使用范围就受到了一定限制 而温压弹便是疯狂科学家 为了解决云爆弹使用条件限制而诞生的武器 温压弹与云爆弹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其爆炮洒的不是易燃的云爆剂 而是易燃金属颗粒物的 温压弹一般使用的装药形式 是常规炸药加金属粉末的固体混合物 金属粉末一般由煤、铝、钛、高等组成 爆炸过程中 这些金属粉末燃烧会释放大量热量 达到增强爆炸后温度和压力的效果 同时 金属粉末的燃烧也会迅速消耗周围环境中的氧气 从而造成局部缺氧 由于对于氧气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 因此温压弹相比于云爆弹 其杀伤隐蔽目标能力更强 特别适合对付隐藏在地下或洞穴内的各种目标 一枚普通的温压弹爆炸瞬间 可以在手指尖大小的面积上 产生500公斤的超重压力 不仅可使爆炸直径80米范围内的物体 瞬间化为乌涌 更可将4米后的混牛土直接炸穿 其威力丝毫不亚于核武器 目前已经研制出来的温压弹 爆炸后将在空中生成巨大火球 随之腾空而起的模糊 云不仅杀伤效果显著 更可产生强烈的心理威慑作用 世界上首款温压弹 是1984年由苏联研制的十米卡火箭弹 双倍部队后便用在了车臣战争中 俄军曾多次使用该武器轻角洞穴 对付车臣的反政府武装以及狙击手 而美国方面则相对落后于苏联 美国仅在越南战争时期 使用过BLU-82云爆弹 攻击的也是丛林等开阔地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美军越来越强调非对称战争理念 由于美军的对手越来越多的 通过深藏在地下攻势的办法 来对抗美军的狂轰烂战 对此美国国防部提出了 要研制一种能最大限度的 打击地下洞穴加护掩体攻势的新型武器 要能够钻透地道上方较薄的岩层 或穿过外部裸露的洞穴入口 让炸弹的战斗部深入地下攻势内部后爆炸 进而使炸弹摧毁整个地下攻势系统 最大限度的杀伤其人员 2001年10月 美国在阿富汗作战中可以使用新研制的武器 美国国防部开发了先期概念技术演示项目 随即美国国防部威胁降低局 组建了快速应对专家小组 其中包括海军空军能源部 和工业方面的专家 加速研究凡地下加固岩体攻势的增强性武器 美国海军水面武器研究中心的炸药专家 研制出了温压炸药 美国空军精确打击项目组 负责武器系统的精神 验证其安全性和允许的飞行高度 以及为新战斗部生产改进新型引信 印第安海德实验场负责测试引信的静态测试 检验引爆新型炸药的可靠性 最后在内华达测试中心进行静态测试和飞行测试 并进行全规模洞穴实验 2001年12月14号 内华达测试中心成功进行了带温压弹头的 BLU-118B激光制导炸弹测试 在测试中第53飞行试验连队的F-15E战机投放了BLU-118B激光制导炸弹 激光制导炸弹跳入洞穴然后延迟引爆 在洞穴内产生了显著的超压和高温 2002年1月末 美国空军完成了使用BLU-118B温压弹战斗部的技术数据 和飞行允许高度验证 随即便开始生产并装备于美国空军 BLU-118B温压弹长2.5米 直径为0.37米 重量为910公斤 采用洛马公司的BLU-109钻地战斗部 以及美国海军水面武器中心研制的PB-XIH-135型延迟引擎 具有120毫秒的起爆延时 内部填充爆炸物重250公斤 F-15E战机被指定为投掷温压弹的主要作战平台 并于2022年3月3号首次用F-15E战机在阿富汗战场进行实战投放 用于打击阿富汗加德兹地区山洞内躲藏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 这开创了空投温压弹的新力 标志着美军使用温压弹时代的来临 美军对于该款温压弹的作战投放方式有四种 首先是垂直投放 在洞穴或地下攻势的入口处爆炸 第二 依旧是垂直投放 不过要穿透防护攻势表层在洞穴内爆炸 其次是采用短延时隐性的跳弹爆炸 将其投放在目标附近 然后跳向目标爆炸 最后一种也是采用长延时隐性的跳弹爆炸 将其投放在目标附近 然后穿透防护攻势门在掩体深处爆炸 BLU-118B通过装载不同的引信 来搭配不同的工作模式 该款温压弹的爆炸过程由三个反应步骤组成 最初的是无氧爆炸 不需要从周围空气中吸取氧气 持续时间为百万分之一秒 主要是分子形式的氧化还原反应 此阶段仅释放一部分能量 并产生大量富含燃料的产物 其次是爆炸后的无氧燃烧反应 同样不需要从周围空气中吸取氧气 持续时间为万分之一秒 主要是燃料粒子的燃烧 最后即爆炸后的有氧燃烧反应 这时才需要从周围空气中吸取氧气 持续时间为千分之一秒 主要是富含燃料的产物与周围空气混合燃烧 此阶段释放大量能量 延长了高压冲击波的持续时间 并使火球越来越大 BLU-118B使用的炸药为固体燃料 爆炸后以粒子云形式扩散 其微小的炸药颗粒充满空间 其爆炸效果比常规爆炸物和云爆弹更强 释放能量的时间与形成的压力波的时间持续更长 BLU-118B爆炸后产生的高温高压 可以向四面八方扩散 通过掩体内的各种通道 如射击孔 炮塔坐圈缝隙 通气部位等空气进入结构内部 其爆炸后形成三个毁伤区 第一个区域为中心区 该区域内人员和大部分设备会受爆炸超压和高热而毁伤 在中心区的外围一定范围内为第二区 具有较强爆炸和燃烧效能 会造成人员烧伤和内脏损伤 其余范围为第三区 仍有爆炸冲击效果 会造成人员身体的严重损伤和烧伤 从破坏威力上讲 温压弹的爆炸相当于一次小型核爆 同时由于不会像核武器般产生强烈的核辐射 因而不受相关国际条约的限制 从20世纪90年代起 美国在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几场局部战争中 均使用了温压弹武器 同时为追求更猛烈的爆炸效果 并进一步缩小温压弹的体积 各个军事大国也在不断开发新型温压弹武器 美国就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 除了使用BLU-118B温压弹外 还使用了XM-1060型40毫米温压榴弹 以及AGM-114N增强型地域火温压导弹 2017年4月13号 美国更是首次使用了超大威力的GBU-43B温压弹 该炸弹重9.5吨 由MC-130飞机投放 是美国至今为止使用过的最大的一枚飞核炸弹 温压弹作为威力巨大的武器 在小型化方面各国也在不断加大投入 甚至已经研制的单兵使用的迷你型温压弹 不仅个头小方便一斜弹 而且还可直接使用枪械发射 可专门用于进攻小型封闭攻势 在城市攻坚和反恐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温压弹除了可用于杀伤有生力量外 还可用作特殊用途 比如排除战场上的雷区 地雷的工作机里就是依靠压力触发来引爆 当在雷区上空投放排雷温压弹时 就可以利用温压弹爆炸产生的巨大气压 诱导地雷爆炸 在战场上起到快速轻雷的效果 到目前为止温压弹的弹药技术已经发展了三代 典型配方有俄罗斯的液固箱体系 和美国的全固箱体系两大类 俄罗斯的液固箱配方一般采用高能液体燃料 与可燃金属粉末混合 其优点是配置工艺简单且毁伤能量大 输出能量也易于调整 缺点是其装填密度低 环境适应性差和抗过载的安定性差 弹药寿命也不易过长 而美国的全固箱配方 一般采用高含铝的PBX炸药技术 其优点是装填密度高并且毁伤能量更大 抗过载性及环境适应性好 具有低益损特性 弹药寿命长达20年以上 前面提到的BLU-118B温压弹 装填的就是全固体PBXIH-135温压炸药 其配方由奥克托金炸药和锯氯纸燃料混合而成 并加入了精确比例的铝粉 可在较长时间内释放大量能量 而新一代的温压弹药技术 克服了以往同类炸药需要二次起爆的应用难题 提高弹药性能并大大简化武器结构 而且具备全天候作战的能力 不再受气象条件的限制 近年来随着各类制导系统的快速发展 温压弹也逐渐装配了智能化系统 不仅可在制导系统的指挥下迅速跟踪并锁定目标 更可实现自动延时隐性 自主选择精确引爆时机 而随着相关技术的日渐成熟 未来温压弹将进一步改进燃料配方 与热释放性能 推动温压弹的更大规模发展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温压弹这种恐怖的武器 威力如何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活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